中国台湾网发表一篇文章 完全突破了做人的基本底线 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政治怪兽 有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初始病例在中国 但议员尚未确定已是国际共识 但台独媒体和绿营网军 公然误指中国研制肺炎病毒 作为生化武器 苏贞昌竟然口出狂言 开始就断定 中国武汉疫情害惨全世界 台湾被美国挟制70年 台独分子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他们数点忘祖 挟阳自重 恶心同胞 抹黑祖国 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帮凶 我们不禁要问 台独分子 你还有一个做人的底线吗 大陆发生疫情 台独分子不仅没有表达出 对同胞的关怀 还毫无人性地进行操弄 蔡英文当局以所谓防疫优先 弱势优先等各种理由 断然拒绝台胞继续返乡 俨然这只是借口 台独分子就是要把滞留湖北的台胞 当作人质 实现其以异谋独的狼子野心 完全不顾台胞的生死 我们不禁要问 台独分子你还有做人的底线吗 当传出台湾医界在企业界赞助下 计划筹组医疗团 赴大陆帮忙的消息时 民进党当局立刻下令 禁止医疗人员离台 彻底暴露了台独分子 冷漠冷血冷酷的本质 我们不禁要问 台独分子 你们这样对待需要帮助的同胞 这叫人权吗 你都已退化成毫无人性的 冷血动了 还在高谈阔了人权 真是花天下之大击 当下台湾民粹主义盛行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蔡正元说 现在台湾的氛围是 只要想帮大陆一点忙 就会被霸凌 只要多帮大陆讲一句话 就会被攻击 我非常不赞同蔡英文想释放善意 而被民粹绑架的说法 蔡英文不是工具性的台独 而是民副其实的理性台独 台湾的民粹主义到了如此境地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是始作俑者